你好,我董正东 那在这一则教学中呢 我们要来介绍我们 的Facebook自动贴文软体呢 最强大的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自动的贴到 所有的社团 所有你加入的社团 或者是你指定的社团 好,那在之前的教学呢 我们有提到它可以呢 呃,在三个地方 主动的留言 第一个就是在你动态时报的 贴文的底下自动留言 这样子你可以宣传你自己 第二个呢,是在任何你指定的 社团的贴文底下留言 这样子你也可以呢 达到宣传的效果 最后一个呢 是在别人的粉丝页的贴文底下留言 这三种曝光方式都是 用留言的方式去曝光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呢 直接张贴 然后呢 直接张贴一个贴文到各大社团去 好,那当然前提就是呢 你一定要先加入这些社团 好,这些至于要加什么社团啊 好,例如说广告社团 还是什么直播社团啊 这些我们会在别的影片里面呢 再跟你分享 所以呢,首先我要先介绍的第一个功能 好,前提就是你别忘了你要登录你的Facebook帐号密码 然后呢,首先我要先示范功能就是呢 它会在各大所有我曾经加入过的社团 好,就是all groups 就是所有的社团 然后呢,自动帮我发表一则新贴文 好,这个功能很强大 如果你想要让它全自动就这样开着就可以了 好,它就会自动帮你粘贴在所有的社团 特别是你那个,如果你的那个分身账号 好,专门就是加你要打广告社团 那这个会是非常有用的一个 一个方法 好,那 呃,我们通常呢,是会建议啦 你是用分身账号 好,那呃,去去做这个宣传 那相信呢 呃,我不用再多讲 好,我们这些策略的部分呢 我们会留待之后再来讲 但是在这边我们先专注在 呃,这个软体的功能上 所以呢,很简单 你只要,唯一你需要做的就是 确保你的是Facebook的界面是 这个 然后呢,接下来 呃,你的呃,Facebook的界面 是改成英文的 就这样子,两个条件就这样 好,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边,我现在发表这一则贴文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而已 没有什么广告嫌疑 好,纯粹测试用 然后呢 每一则新增的贴文呢 大概相隔10秒 好,当然实际上 建议你至少隔30秒 或者是60秒以上啊 好,这样子呢 会比较自然一点 好,因为Facebook毕竟 他还是会有一个内建的 呃,那个机制 好,来,来 来看说 你是不是在很短时间内一直账贴啊 他怀疑你在账贴垃圾讯息 好,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要再强调哈 我们不为你的账号 到底有没有被封锁还是怎样负责 因为我们的软体呢 就是 就是你看到的 他就是帮你账贴 那至于呢 你如果真的账贴太快 或是乱账贴 也导致被 你的账号被Facebook封锁 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哈 你需要执行负责 好,那这个免责声明讲完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执行了 就按START 好,那我设定呢 延迟20秒哈 因为要贴文呢 要 花一点点时间 所以呢 最好你实际测试的时候 是一分钟哈 我至少30秒 好,那我现在呢 我就发表大家好董正隆 这样就可以了 按开始 好,然后呢 要记得哈 你现在要勾选呢 All Group 全部的社团 这样子呢 软体就会在全部的社团上 来帮你贴文 来,我们开始 好,所以呢 他会先从呢 你管理的社团开始 那像在这个账号中呢 我只有一个管理的社团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是 来到我管理的社团 好,他说是不是OK啊 然后来 呃,重新整理这个页面 好,你就按OK 然后接下来呢 他会等候 20秒的时间 好,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哦 就是 好像有出错 那没有关系 你就 他会自行掠过 他会直接 到下一个社团 现在就是到下一个社团了 好,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再按OK 好,你要看到了这个画面 没关系 好,那 如果呢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按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呢 是不是OK 你没有按OK的话 这个软体会不会继续跑呢 因为呢 如果 必须要按OK的话 那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半自动化 软体把你张贴之后 你要按确认 好,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现在没有按OK 他也是继续跑 好 好 但是呢 他現在呢好像就卡在那個 卡在其中一個社團喔 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我這邊試試看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休息一下之後 他會不會跑下一個社團去 你看這個畫面 不用緊張 好他的確呢就跑到下一個社團去了 好我們再來按OK 好你可以看得到他現在跑到下一個社團去了 好你可以看得到他現在跑到下一個社團去了 好 好 所以呢我相信啊你應該有看到這個軟體 好 的運作方式的他基本上呢 在社團貼文的部分 好就是 的這個功能呢 他是半自動化 好 可以看得到 最後呢還是需要一個人點喔 那基本上你在操作這個軟體的時候 你還是要在那個 螢幕面前 好啊只是呢操作起來其實會很方便 好那我們再來測試看看好如果我今天 沒有按OK 會發生什麼事他會不會有卡住 好他現在應該來到最後一個社團 好你會發現他就會卡在原本的那個社團 所以呢我看起來是必須要按OK 他才有辦法再往下一個社團前進 所以簡單說呢 你會需要在他每次 張貼之後然後再點一個OK 那我們這個軟體呢他可以同時開很多個視窗後可以讓你呢同時登入 不同的你的臉書帳號你的行銷用帳號或分身 因此呢 呃如果你同時呢 在操作的時候這樣子會很節省你的時間喔 好那我們就示範到這 那我們這一則教學呢就先 進行到這好如果你操作上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好再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的教學再見拜拜